QR Call Scanner 就可以抓到 抓到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它點進去 看到的 你 建議你們是在那個手機裡面裝一個 App叫雲端硬碟 在iPhone裡面也有 iPhone裡面也有App Store 裡面你去搜尋雲端硬碟這個keyword 進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就會是一模一樣的 在這裡看到的 跟在手機裡面看到的 會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好 那如果你今天呢 你去編輯它了 編輯它之後有沒有 你這邊動了一些東西 你不需要重新發布 你直接再點進去的話 手機上 你這邊 這邊前面改對不對 改完之後呢 後面的東西呢 也會跟著改 兩邊是同步的喔 因為 它這個是 同步作業 那你如果說要發布 你就發布上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它就可以直接跟 手機端 去做控制 那除了說手機 你可以給人家一個那個 QR Code之外 這個地方 QR Code 其實手機本身 你可以裝雲端音的app 它也可以開啟這個檔 進行什麼 編輯 所以在 PC上可以編輯 在手機上也可以編輯 那編輯完之後呢 如果你覺得在雲端上面不方便使用 你還是想要讓它回到 你的電腦裡面的話 它一樣可以提供一個叫做 檔案 下載 下載成Excel 就是你放在上面的東西 一樣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是不會有問題的 甚至它提供很多啦 像下載成PDF 下載成 網頁等等的格式 它都有提供了 那 常用的類似像這樣 所以 放在雲端上面 也可以把它抓下來 另外呢 如果說你放在雲端上面的東西 你要抓下來除了可以下載 之外 那如果給別人的話 一樣可以透過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一個功能 就是在這邊開個新的 新的那個 工作表之後 在資料裡面呢 會有一個叫做從web 這個從web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我今天喔 我不要告訴他 這個 因為這個是我的檔案啊 我不可能告訴他說 我要給你帳號密碼 你登錄自己去抓那個檔 當然不是 那我開放的是 一個網頁 我就把網頁告訴他 他如果要抓的話 你可以寫一個句子 用錄製的 可以怎麼樣呢 把剛剛的東西喔 比如說現在在雲端上面嘛